大家好,我是洛凤林 身体内的场景 而在之前曝光的概念图 就出现过比较特别的 新异形幼虫的设定 但是稳步跟新曝光的图中不同 不过其中展现的 异形卵特征都是相似的 开口只有两半 经典异形卵都是分成四半展开的 2.希克斯的回归 在异形5当中 不仅雷普利会回归 异形2中另一个重要角色 由演员麦克尔比恩 饰演的希克斯也会回归 新曝光的概念图中 就有他对抗希虫 以及跟雷普利在研究 某个计划的场景 3.异形女王和异形装甲 异形女王在新曝光的图中 再次出现 而上一次引起大家激烈讨论的 异形装甲也再次出现 某个角色穿着异形装甲 准备对战异形女王 4.雷普利 在这几张图中 雷普利穿上某种防火服 穿过管道 穿越某个焚烧炉 另一张图中 雷普利再次披挂上阵 5.生化人贾克斯 新图中有三张 是关于新增长的生化人贾克斯的 其中一张 一个名叫约翰逊的人 接到贾克斯 另外一张 希克斯再为其切除某种线体 第三张 生化人贾克斯 用动力装载机 往代号科曼奇的大型武器上装载导弹 这个装载机 看起来依然是 疫情二中的卡特比勒屁股签 6.其他一些场景概念图 新曝光的图中 还有一些场景图 其中有被腐蚀的导弹 有疫情卵的实验室 海上的基地 太空中的空间站 繁华的未来都市 以及飞机降落的场景 《异形5》副标题为红色收割 由第九剧导演尼尔布勒姆坎普指导 故事原设定会直接承接 《异形2》 抛弃《异形3色》的情节 当然 这部电影已经流产 未来即使有新的《异形5》 也跟这些概念图和导演尼尔布勒姆坎普 没有什么关系了 但是这些概念图 依旧给我们带来一些想象的空间 未来艺术家们应该还会发布新的概念图 今天就到这里 觉得不错 别忘了点赞分享 谢谢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